早上就煮服务区的煮车机 你看,上面都是桂花树,漂亮吧,起初一下 服务区场地很大,每个车位都有桂花树 这边也有一台房车,在这里洗个头,有点水 在服务区录音就是翻面,衣服都洗好了,水也搭好了 泡皮桥买茶,现在也不是早餐了,马中午了 这里还有盒饭,给微波炉打一下 生姜香菜,桥买茶,必须安排好 要吃的菜,拿出来花栋 这个大骨头 昨天买的时候没注意啊,这锅头这么大,小高野锅专不下 好歹我带了大高野锅,等锅头吃 饭也热了,辣椒,甘蔗,香肠 本着好像是昨天中午吃的,昨天压着和小伙子没吃饭 然后煮了点饭,正好今天中午吃 国外露营还是凡致方便 有微波炉,有冰箱,生活就方便多了 尴尬 哎,实在吃不了 今天天好热,太阳好搭 这个传袖传不出啊,还是要穿大油包子 后裤子也换掉了 然后今天到拐安露营嘛 朋友在那边把露营地已经安排好了 73公里 把它收拾收拾,我们就准备走了 文化生开的时候,来这里,盆栏服务区 多说旅行的风景在路上,我看一点点错 沿途看看风景,心情舒畅 到拐安了,下高树 我说昨天中午山的高树,看是不是严实飞 师傅,有严实飞吗? 没有 没有哈 159元,没有严实飞啊 现在离木的地还有1.9公里 下高树就是拐安市了 300米后再红绿灯右转 露营地就在这附近啊 还有957米 大航把我指导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好不好呢,非常好 然后我自己再重新找一个最佳位置吧 这里叫南城陶里湖滨 这边呢,都可以停车啊,有停车线 然后我到这边看一看,找一个最佳停车位啊 我看这里停车场还是蛮好的啊 这都是空位置,后面是草坪 景色不错啊,把车开过来 房车挺好的 这里 完美不完美 漂亮不漂亮啊 你到上面看一看啊 房车边,这里就一条小路 通向上面的草坪 上面有很多人搭帐篷 啊,前面是帐篷营地啊 到前面看看啊 这个草坪漂亮漂亮 我录影就要这样子啊 这边应该是公园 开满了樱花 然后这边是帐篷营地 我先到帐篷营地看看 然后再到这边看看啊 这一条道漂亮,也是通向远方 在这里跑跑步 山山步都很好啊 这个帐篷很漂亮啊,你看 这里面还没有人 在这里录影啊,离城市不远 叫劳动至今啊 在这里整个的走了一下啊 这里景色确实不错 天太热了,把窗户窗户打开 透气 现在是下午的1点42 中午我肯定是不吃了啊 这个碗呢,这个骨头给它蹲一下 然后把这个粉丝啊,泡一下 反正我也不想烧饭了啊 我现在稍微休息一下 太热了,你看这个窗户啊 三个窗户都开了 这里休息不好一会儿啊 下午3点多钟啊 还有朋友送酒过来 先躺一下 太累了,走了许多路 这终于叫睡着真舒服啊 这里很热啊 把这个窗户窗户全部开了 小风吹着 这边几个人在打牌 打着栅目给你们看看 就在我的房子后面 四个人打个栅目 高标桌子在打牌 我刚刚还是在想的 我把桌子给在后面炒第一个 我要把桌子摆在我房子后面炒片上去 给它冲下水 我肚子饿了 这个蒜苔待会儿啊 我给它腌一下 我喜欢吃那种脆脆的 不要炒 来吃个腌蒜苔 坑不多啊 这个煎油泥啊 还有香菜生姜啊 哎 很简单 这样就行啊 把水分给淹出来 炒好水了 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好以后 直接放在高标锅里面 哎呀 这小高标锅还真可以 转香了啊 加水 清炖 放个生姜就OK了 烧开二十分钟就好了 喂 喂 喂 你好 你好 我是这个 就是你今天要拍那个 给你拿酒过来的 好的我在这个地方 你过来了吗 马上还有几个钟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我在等着 好好好 不知道我忙不久没有了 是忙不久过来 哎 又忙不久喝了 要自笑哈 好的 正好办 我喝它 对对对 你一个人来给你 对对对 有一个 妈要不要喝酒 你们两个 啊 是呀 九点很差的 嗯 好慢了 好慢了啊 好 这有露营的感觉了啊 哎哟 快 哈哈 调个料汁啊 到房菜里面调吧 这里不方便 用这个辣椒酱 这个辣椒酱 在我们家叫辣椒糊 很辣 高一点 生抽 再搁点麻油 其实这有点蒜末就更好了 蒜末我这边好像没有了 好 二十分钟到了 把火关掉给它焖一下 锅压锅其实基本上没有了 好 来来 非常好 这锅压很厉害 放在锅压锅里面啊 加少许盐 鸡 鸡 它就准备开整了 今天有点偷懒 蔬菜也没炒 其实我很久也不需要蔬菜 吃饭要点蔬菜 我还不想吃饭 来 猫不久 蒸起来啊 哎呀 喝点粉丝哦 出一碗不要吃饭了 清蒸啊 加点料啊 这样蘸一蘸味道也是很好 好 好 在这里很久啊 心得踏实 環境也好 心情也好 这边 必须把它整掉啊 好 倒点调料 嗯 嗯 好 我这个辣椒酱特别辣 今天就拆成这个吃了 干掉 第三杯啊 好 好像有骨头 菜不够 今天就干三杯酒 来 这个蔬菜喝酒不行了 喝不下去 把最后一块骨头把它搞掉 先干口肉 再喝半杯酒 一块骨头 一块骨头 白米酒 一碗骨头吃 今晚就蘸了 今天来的这里 高兴了 小瓶鼓里 待会开饭哈 我们才有蘸了好日子 才有这个骨头吃 来 一口干掉啊 好 吃吧 他煮 这个实在吃不了了 把这个骨头窗户关起来了 这个时候啊 这里恢复了邻近来 我每次在户外露林啊 其实都是一样 白天啊 他们都是很吵了 到了晚上全回家了 我也关一下 这边我都收拾好了 这边也没有唱歌的了 你看这一片草地 这样的邻近啊 在这里走一走 这次来四川 我为什么到广安 因为他是小瓶故里 小瓶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过去啊 我是六十年代 我知道农村是什么一个面貌 现在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往往走的这地方 我有对比 哎 所以很感慨啊 现在新农村的面貌 对我来说 更有一层 更深刻的意思 因为有改革开放 你看现在人们的生活多幸福 这个环境有多好 我也能开这房车 到四川 到管院 到这里看看 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好的路 我正想跑一下 现在天暖和了 这个草地啊 文床很多 外面天也黑了啊 我也学习不了啊 晚上剪辑啊 视频 那站一完吧 我们就明天见啊